大家好,有朋友问我双控开关怎么接线 然后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双控开关的接线方法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个双控单开的开关 然后我这里的话,我找了一下 我没有找到这种双控单开的开关 所以我今天就用了一个这个双控双开的开关 来代替一下 我们只需要这半边就可以了 然后这半边我就把它粘起来了 像这种双控开关控制一个灯 在很多地方可以用得上 像长头啊,楼梯啊,都可以用得上 好了,我们现在来接线 然后这是一个普通的灯泡 首先我们要拿两个这个双控单开的开关 两个像这个双控单开的开关 它这个是这上面写的有L1,L2,L3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这个是L1,L2,L3 然后我们现在的接线的话,我们把这个灯有两根线 一根灵线一根火线,我们把其中一根灵线 把它接到电源上 这根灵线接好了 然后这一根是控制线 这根灵线我们接到启动一个开关的L1上 然后这一个开关的话 然后这个是L1 然后我们这个L1接一根线到这个控制开关的火线上 这个是L1,我们把这个线接起来 把这根线接到电源上 好了,这个灯一根控制线一根零线 这里都接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接的话 就是要把这两个开关 这里有L2,L3 然后这里也是L2,然后我们L2接这边的L2,把它接起来 然后这边也接到L2上 好,这里也接了L2,然后我们这里L3 把它线接起来 然后这边也接L3 好了,现在所有的线都接好了 让大家看一下看 这两根是L2接L2接L2 这根线是L3接这边的L3 然后这边是控制线,是接到灯上 然后这边是禁线 然后从电源接到L1上 现在所有的线都接好了 我们把电源踢上去看一下 把电源踢上去,灯亮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开关看 把它关掉,打开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开关能不能控制它 把它关掉,打开 关掉,打开 好了,朋友们知道双共开关怎么接线吗 请大家关注我 互相探讨电工方面的知识 朋友们,再见